大家好,欢迎关注苏未朗读。 今天分享于秋雨的散文,来生我依然等你。 我藏不住秘密,也藏不住忧伤。 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,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。 我就是这样坦然,你舍得伤就伤。 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,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,哭得最透彻,想得最深切。 吹烟起了,我在门口等你。 夕阳下了,我在山边等你。 叶子黄了,我在树下等你。 月儿弯了,我在十五等你。 细雨来了,我在散下等你。 流水冻了,我在河畔等你。 生命累了,我在天堂等你。 我们老了,我在来生等你。 永远也不要记恨一个男人。 毕竟当初,他曾爱过你,疼过你,给过你幸福。 永远不要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好男人了。 或许明天,你就会遇到爱你的那个男人。 在你眼里,在你眼里,他再坏也是好。 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,自己走不出来,别人也闯不进去。 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哪里。 你不懂我,我不怪你。 每个人都有一行眼泪,喝下的冰冷的水,酝酿成热泪。 我把最心酸的委屈,会在哪里。 你不懂我,我不怪你。 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,就放它走。 它若能回来找你,就永远属于你。 它若不回来,那根本就不是你的。 如果真的有一天,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,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,也没关系。 时间会把最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。 在此之前,你所要做的,是好好的照顾自己。 无论生活的多么艰难,最后,你总会找到一个,让你心甘情愿,傻傻相伴的人。 你可以沉默不语,不管我的超级。 你可以不回信息,不顾我的焦虑。 你可以将我的关心,说成让你烦躁的原因。 你可以把我的思念,丢在角落,不屑一顾。 你可以对着其他人微笑,你可以给别人拥抱。 你可以对全世界好,却忘了我一直的伤心。 你不过是仗着我喜欢你,而那,却是唯一让我变得卑微的原因。 如果,最后在身边的真的不是你。 如果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辗转后,最终还是要分开。 如果故事到最后,是我们的身边都有了别的人。 如果回忆,诺言和曾经相爱的决心,都在现实面前变得渺小,不堪一击。 不管以后如何,不管结局如何,我还是愿意执着地去爱。 好,刚才我们分享了于秋雨的散文。 来一生,我依然等你。 喜欢请点击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还有点击关注,感谢您所谓,感谢您的支持。 对我是优来感动。 コ Zus Clone LEG